應該要警覺啦 但是不要緊張啦 因為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的醫療體系非常的強 包括我們現在儲備的藥物非常的充分 包括我們這個疫苗也會 我想也會向國外購買 本身製造我是還蠻擔心 大概是製造技術還是有點困難 但是會跟國外買 那另外就是我們的這個醫院的能力很強 就是我們可以在這個緊急的資源醫療部分能夠做得很好 所以而且到目前為止台灣沒有一例叫做境外移入沒有啊 我們現在擔心就是說有沒有境外移入 那就算境外移入如果你封得很好 它沒有造成社區感染也都不用擔心嘛 所以我感覺到現在大家不要緊張 但是要警覺 那到目前為止還不需要像這個墨西哥或者美國一樣 怎麼戴口罩什麼沒有啊 你看我們五個沒有人戴口罩 都沒有人在戴啊 所以應該應該不用太擔心 不過哪天看到我們都是戴口罩上節目 恐怕就真的要緊張一點 不過副院長我要請教你 大概這一次不太可能跟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搞得那麼嚴重那麼誇張 但是我請教你你整個觀察下來 因為整個蔓延人速度非常快 在昨天呢其實南美只有幾個部分的國家 但是今天整個南美幾乎淪陷 歐洲也快要整個淪陷 當然那個感染人數還是算少 而且目前看起來都還在控制範圍 可是墨西哥的部分呢死亡人數還是在持續的增加當中 據你看來這一次這個新型流感H1N1 它造成的傷害規模大概可能介於哪裡跟哪裡中間 我想大家都同意流行感冒算不很快 可是到底會讓多數人死亡 這個是值得探討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認為1918到1919 那一次大流行死掉兩千萬 是有人說到四千萬 用這個機會我要來跟大眾稍微說明一下 其實這個理論感冒的英文叫Influenza 這個名稱呢在14世紀就有了 因為在14世紀的時候在一代的Felenzia 就是非能粹 那時候有個大流行幾乎全程都離病 當時他們就以為是大地的影響 所以就Influenza它原來的英文是Influenza的意思 後來才慢慢演變變成Influenza 所以這個在14世紀存在的是認為 這種病是由於大地的影響所造成的 那我們再來想想看 在1918到1919那個時候大流行 原來在2007年 1927年才有人發表在這個美國醫學雜誌 叫加碼 那本雜誌恐怕很少人看到 而且大概只有台大醫學院才有這本雜誌 所以在1927年的原始報告 我在台大醫學院從頭看到底 那個時候根本不知道是什麼病 所以很多推測 那麼事實上這個病毒到1933年才被分離出來的 所以我認為說1918到1919 說死掉兩千萬四人 這是推測並不可靠 而且真正的現代化的研究是在1950以後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恐慌不要以為真的會那麼可怕 因為1918到1919那時候帝斯世界大戰 是 兵方馬亂死了很多 是不是真的是因為這個H1N1病毒 其實死無對症 90年前的是誰知道 對啊 那個時候這個戶口登記有那麼好嗎 那麼這個file keeping 就是說檔案的管理會那麼可靠嗎 所以說死掉多少人其實都是推測 並不可靠 所以我個人是請大家不要恐慌 不要恐慌 因為那個消息並不可靠 沒錯沒錯 但是你如果看到這一次的H1N1 這一個在全球導致於很多國家 都有所謂的疑似感染的情形 你自己怎麼評估 這個是不是還是在掌控當中到目前為止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說掌控不容易 因為這種瘤性感冒他還沒有發病就有傳染性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圍堵 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小心 盡量不要出門 有症狀趕快看醫師 最重要的是因為這些病會死的大部分都死在肺炎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應該要去訓練我們的醫護人員 如何來照顧肺炎所引起的呼吸衰竭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難怪不過丁老師我要請教你 剛剛我們談到說一九一八年 那個西班牙大流感 在一九一九年之後莫名其妙不見了 那是真的莫名其妙了 還是說其實是他是有原因才會消失 因為大家在想說這一次還沒發燒就會傳染 那到底怎麼圍堵大家也不曉得怎麼圍堵WHO官員講說 圍堵恐怕沒什麼用 那如何才能讓這一個大家造成很嚴重的緊張的這個H1N1消失 回到一九一八年的經驗 他告訴我們什麼 我想這個消失應該是醫學醫學家的事 他們才能解釋 氣候變化或是其他的 不過就是在當時的資料是天氣稍微熱一點 那麼在譬如說台灣日新報就提到了 應該要減少了 也就是說每一次就是報導就是氣候 那時候天氣溫度提高一點 那麼看起來就要減少 所以報紙上就很樂觀的 然後呢真的到二月底就差不多了 不過也許醫學家會從這個突變 也許他們是 我聽過這樣的另外一個說法 不過剛才講到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最先問的 那時候呢因為這個流感進來以後 我們說第一波日本人當時官方好警覺 醫學界也好警覺 所以就讓他一直發展下去 只知道大概是普通的感冒 但是甚至於到第二次發作的時候 他們還在有一個叫做方警惠的醫師 他還在爭論那是一個再來種 也叫基隆種 那麼第二波的才是屬於外來 同時在第二波呢 我從這個臺灣日信報在十月二十日已經開始很 基隆已經有流行病了 但是呢即使基隆醫院的院長 也都好像認為沒有什麼 只是清涼淡血 一直要到十一月二號三號 那麼臺灣醫學會的舉行年會 那麼也包括有日本或是朝鮮請來的這些專家 他們本來也沒有列日議程 但是到三號他們發現不對了 大概私底下先討論 所以三號他們臨時改變議程來討論這個 然後在選出委員五位 包括捷內博士 所以到五號的時候 日本總督府才發布這個啟動防疫的命令 所以好像是慢了最少十五天以上 我們跟我們現在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其實是立即啟動 這整個防疫機制 大概這是一個 同時另外剛才提到了 我們當時人口比較少 所以當然 我這個在寫過這些文章以後 我常常想會不會H1N1會再突變 看起來真的 但是我還是很擔心的就是 我們現在世界人口十六十五以上 當時世界只有十七億 而且現在交通非常方便 要怎麼樣防毒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沒錯 昨天我們也談到說 因為人跟人之間的往來太過於密集 可是我們昨天也談到說 到底什麼叫做病毒 什麼叫做H1N1 他如何攻擊人類 我們昨天也稍微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H1N1 H指的就是血球凝集數 我們可以這樣子講 H就是一個沾黏的東西 跟我們的紅血球或細胞 或是我們的器官黏默 沾黏在一起 他才可以去攻擊我們的這些器官 細胞跟組織 然後1是他的型別 因為他H總共有十六種 那N是可以攻擊完之後 他再脫離出來的一個要素 那其實我們可以打一個比方 就在我們在談索馬利亞海盜的時候 我就問那些研究海盜的學者說 他怎麼樣攻擊船 怎麼船可以去打劫一艘船 他就是說拿那個拋繩 拋到另外一艘船去 然後那些海盜很瘦 所以很快很快就爬過去 爬過去就可以搶操這艘船 那那個拋繩指的就是這個H 他就是拋到那個船上 黏著在那個船上 他才可以去攻擊 但是這個H只是工具 N也只是工具 N就是說他拿到這些張款之後 再去分張 然後買更多的招兵買碼 所以這兩個都是工具 真正的問題我們看到 是裡面這個才是真正的毒 他現在有八組的這個基因排序 我們看到這個紅色就是H 就是血凝素的部分 那這個土黃色就是N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就是 他是這樣子黏著之後 我們如果把這整個看成是一個細胞的話 哇